林高远在战李尚珠 球迷万万没想到出现了这一幕 场下的教练都惊呆了 今天带大家看一场林高远的比赛 这场比赛是林高远对战韩国老将李尚珠 这场比赛林高远在场上打得非常凶 直接将对方打到崩溃 这是怎么回事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比赛一开始 林高远迅速进入状态 开局就取得3比0的领先优势 林高远的速度非常快 李尚珠有点不太适应 林高远很快将比分拉到6比0 李尚珠将比分追得非常紧 但是无畏失误太多 林高远非常轻松地将比分扩大到8比3 林高远在场上打得非常主动 李尚珠完全没有克制的办法 林高远非常快速地拿下局点 最终李尚珠接球失误 林高远已是1比3拿下首局比赛 第二局比赛 李尚珠开局依旧失误频繁 林高远率先取得3比0的开局 李尚珠的反手被林高远限制 正手也打不穿 林高远利用机会将比分拉到6比0 李尚珠的接发球质量非常低 林高远很快将比分拉到8比0 随着李尚珠回球失误 林高远率先拿下局点 最终林高远反手进攻得手 李尚珠以3比11输掉了第二局比赛 第三局比赛 双方开局就展开相持 林高远顶住对方的进攻后 以3比0开局 林高远在场上打得非常凶 弱点也一直在变化 随着李尚珠接球失误 林高远将比分拉到6比0 林高远的进攻和防守都非常完美 李尚珠根本打不穿 林高远利用反手暴冲 将比分拉到7比1 李尚珠在场上打得非常被动 进攻也一直被限制 林高远利用强拉拿下局点 最终李尚珠接球失误 林高远以11比2拿下第三局比赛 sì 是 是 by bwd6